新聞條件回到臺灣 我們來看新聞消息 為頭提款老蘇的這個措置 郭博士特別推出 很好的一個優秀輸支 不用獎學金 從選到學生就定義是公費生 比較之後還可以拿到 剛才的事件 每年的大學新生 進算 整個優秀學生 可以考慮來申請 郭博推出 不用昨月輸出獎學金 今年已經是第三年 不過很少人知道 這項獎學金非常好 每年提供立材的名額 還有國立高雄大學 蘇法學院輸出背後 學生 這位學生的學業拼到 這項獎學項目的條件 都由學校沒有跟國學規定 每年通過學校平等 每個月可以領到 八千獎學金 今年有九萬六 可以領四年 頂的是大學學費不用擔心 而且比業要更能拿到 突然告訴政 就像有優先主題告訴港作款 在現在公費派出 郭博士也真派出的情形 郭博希望用這種做好案 提供好的學生 到你夠優的工作 在未來他們去珍視面談的時候 這樣就好像是 他們的一個品質保證書 會幫助他們 比較有取得老師的機會 但是現在告訴我愧疚 未就學生對這項 真好的獎學金會心動 又有一點煩惱 但是已經領第二年 這項獎學金的學生進行 機會是哪有準備的人 那我覺得只要你夠努力 那你夠認真的話 這個機會就是 不一定一定是沒有的 對 我覺得我還是 很有機會可以成為老師 大學上次又要開始作業了 可否提供這項真好的獎學金 可以提供每年 今年高中英國立法省 新請大家參考 記者綜合報道